我出9,然后一看到你出7,我就不幸死了,我以为我出9,然后一看到你出7,我就等你这一票,我就等你这一票,那小童都没有办法,十像鬼,守护人的板子,然后我们点到1500,1020是上一局的了,是第二局,然后第三局是1500万,给大家开启视角,来,请各位介绍好,身份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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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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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请上景玩家亮起红灯 上景玩家有 1号 4号 5号 7号 10号 8号 10号 12号 2 3 9 11 4名玩家 再紧下 9号玩家谁有 上景 好 2 3 11 3名玩家 再紧下 现在时间 由 10号 6在紧下 是吗 2 3 6 11 4名玩家 再紧下 现在时间 由10号 玩家开始翻译 10号玩家 请翻译 12金水 反离皮 主要 那感觉就是 一拳打在棉花上了 就上一把 很对不起 狼队友 然后对这个 叫嚣的守卫 肯定是要 使用一下技能 给我验出来 是个好人 很烦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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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号玩家 就这样 也还可以 这个板子 我吃完刀 金水好像也 马上就死了 也挺好 从这个角度来讲 也还挺好的 紧会留留一下 2 6吧 我守住位 就双压 紧下的 2号跟6号了 然后因为 紧下是 2 3 6 10吧 3 10 咱们都是 就不重复那一套 咱们都 那啥了 上一 第一把的 紧下是 2 3 6 多了个10 好人给我 偷偷飘呗 好人给我 偷偷飘呗 上一把 是我的问题 第一把 确实有点 小坐牢 上一把 是自己的问题 这把 希望咱们好人 组于车队呗 上上车 行不行 虽然车队里有 车队里有 王宝宝 这种重量级人物 大家也不要 抗拒上我的车 好吧 别的没有啦 然后我希望 紧下的玩家 能给我投票 旅员老师 我觉得是挺厉害的 我是机械狼 你都能找到 我这把是 原家 你不应该找不到吧 不然我可能 这样对你的底牌 产生一些怀疑了 好吧 现在就没有啦 我也不想很 push大家 过来 12号玩家 请发言 push是什么意思 你当我说起来 超标的 就是你经常干啥 然后因为刚才 为了我一个人 修改了游戏规则 我现在发言 还没摸清楚 那个坎在哪里 所以我现在需要 沉淀一会儿 因为 说不定我发完言之后 桌上只有11个人 在这边玩了 所以我现在 紧急修改 修改了规则之后 我现在还要探索一下 然后我是奉劝大家 不要再点我了 其实你们不点我的情况下 我自己玩 那个度我掌握的挺好的 不要点我 好不好 因为我这人就是 大家就练武之人 你懂我什么 中气比较足 不要点我 然后我好像这盘 接了10号玩家的精髓 我肯定是好人了 这个如果 等一会儿 后面如果有这种 稀奇古怪的东西 给我丢个双精髓之类的 然后也 他可以给我丢精髓 禁止有任何人问我 就是12号玩家站边 谁和你们没关系 你们就自己站边自己 好吧 然后 谁给我丢双精髓 游戏会结束吗 对吧 游戏不是会结束的 我这人就 自恩图报 好不好 游戏会结束 自恩图报 至于10是不是 因为 没有同行 正秤托 我现在还不太清楚 然后 我觉得7号玩家 不太好 我是 敏得你觉得你不太好 而且你这种 大家都心知肚明嘛 这个东西我们就不说了 好吧 从你第一局 坐在我对面开始 对吧 这个东西 我没定错 至少今天我没有定错过 你的身份 第一局 我觉得你是狼 第二局 我拿守卫 真的守着你 真的守着你 都要去看那个 好吧 这一局 我觉得他不太好 反正我现在接了精髓 觉得我是狼 你别站边10就可以 这很简单 别的没有什么狼 我现在暂时 先听完后面发言 因为这些我接了精髓 我肯定得慎重站边 然后后面 不要说什么 10号不会骗10号这种话 就是说这种话的都是狼 因为我觉得 这个场上 没有人跟我有任何的约定 对吧 谁都能骗 别的没有什么 我会着重听一下 7号玩家 我认为他不太好 当然我听完他发言 会有定义 过了 1号玩家去发言 那就直接站边10吧 原因比较简单 就是我不太在乎 10号玩家底牌是什么 因为上一把就是不太舒服 这把就让你舒服舒服 你不是说要开车吗 我最喜欢上车了 我先上你的车 别的我就不管了 先站边10吧 也没什么问题吧 后置位的话 我还真看不出来谁要给你堆跳 我买个马吧 我觉得是4要跳 别的没什么了 先站10吧 因为我听12是好人 因为12号玩家这把的发言是很谦虚的那种 因为他说谁要给我丢个双军水的话 我就怎么怎么着 我听你言外之意就是你如果接双军水你是无法分辨谁是冤家的 是这意思对吧 我觉得是谦虚的 所以说我觉得12号玩家可能是好人 我听你意思说听你是狼就别站边10吗 听你是好人就站边10吗 就是没什么问题 过多没了 过了 4号玩家 4号玩家跟5号玩家商量了一下 我们打算给你发个三斤水 我跳个乐家 你12斤水 不是我不明白 你说你要沉淀一下 你就在井下投票吗 在井上 我需要沉淀一下 我现在不知道我的研该怎么发 找不到那个门槛 你是不是不敢在井下投票 这我很奇怪 上来以后后这位给你报个双斤水 我慌了 你要知道游戏总会结束的 你在井上干啥呢 上一轮12人上井 没吃过亏吗 我上来是放松的 你上来干啥来的 对不对 我不懂 就给你报双斤水 我冤家报双斤水 就你12号斤水 怎么了 就验你了 金水 然后那个 或者为流量 你会流 七八 验到对跳的倒霉 怎么了 可不可以 你可能 我跟你说 有的时候很多事情 就 喜欢谁就要大胆表白 明白吗 不要老想着靠别人帮你 过了 我换了人家请发现 啥故事 搞的梗 哈喽 谢谢那个郁文的投食啊 然后那个我建议 建议咱们那个大赤赛可以添加一点那个热饮 比如说水果茶什么之类的 我这最近 我是不是不让大家投食 我是吃完了 刚才又得就跑拉肚子去了 挺难受的 我建议搞个热饮什么的 然后我是冤家 咽了老爸 茶沙 老爸 然后那个我咽12 咽你 我没听出来你是好人 我觉得你状态还行 但我没听出来你是好人 所以我就咽下你 因为你如果真的是好人 他在骗你嘛 想洗你的头 那我咽着你是个精水 厂上的所有人都知道你是好人 你来带队 我死之后你来带队 以后江山 震子江山 都由你来继承 好不好 然后那个 咽个12 井下2361 2361 想咽个23 也没想挑一张 咽个3吧 我是觉得你有可能是狼 想咽的 因为再给你拿好人 感觉有点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那种感觉一样 但你是好人 我这话你就当放屁 也没关系的 就是12 3的井会 基本上只能留一咽 基本上就是他那一咽了 那多么意思吧 基本上可能 咽不到你 然后你是好人 就给我投票 因为井上现在已经100%出了 两张老人牌 一个汉跳 一个茶沙 所以井下有四张牌 至少有 至少 就算出了狼 最多也就两狼 所以如果好人能听到 我就让人家先把 请问票投给我 然后因为10号人家 你们现在没有办法 通过他的发言 定出来他是什么东西 对不对 你们只能听我 因为10号人家 前这位发言 除了聊了个验人 其他东西都是聊那些 没有用的东西 所以我希望我至少 我能吃两票 然后验8的西路历程 是我最后在最后带亏的 我稍微抿了一下 8号人家是最后 就是我前面他带亏 然后他是抿的那半边 就是他看不到我在看他 但我能看到他在看那边 然后我就想去验一验 验成是个狼 说明其实我可以尝试着 看一看 学一学抿这个东西 我以前是基本上 啥都不带看的 就只听嘛 只信任听的 然后这一盘 反正正好拿到预言家 我就想试一试 然后如果验成是精髓 我当然也会说这一套了 也是这一套 因为星路历程 纪纪是一样的 不会因为他验成是什么身份 而产生改变 其他还有什么说的 出肯定百分百出八 百分百出八 我肯定是干不出来 什么验了茶茶 不出要出对跳的咯 我肯定是干不出来 这样的事情 因为我是预言家 8号人家有可能会是石像鬼的 老八有可能是大狼的 所以老八你今天就安心上路 好不好 然后十号人晚上帮忙吃个毒 谢谢 然后几家好人帮忙投个票 然后十二你是好人 你就安心接我的领辉 如果你是好人的话 我就验你 这个验改不了了 基本是改不了了 好吧 我今天话就说完 说到这了 因为我底辆是一张预言家 然后就好人 他不是说他带好人上他的狼车 那可不行 我一个个给你们全部拽下来 如果一号人是好人 下车下车 好不好 那辆车通往的是黄泉 我要带你上天堂 然后过了 7号人家请发言 我觉得5号发言 很难就不是颜家了 因为我本来刚开始想站10的 后来12号那边 我还没发言 那就打我是狼 那不就认狼吗 又认狼 你为什么你每次拿狼 都要跟我这认狼 我不懂 你是觉得我找不着你是狼 每次拿个狼上来 先跟我说 我觉得你7号不好 那不就告诉我你是狼了吗 你 那不就810 12啊 那我跟5站边啊 我不知道为什么12号又拉爆狼团队 那反正 拿好人 拿好人 12号一玩好人就开始这那的 一拿狼就拉爆狼团队 那就挨个出呗 先出吧 我觉得甚至可以先读12再走失 其他的也没什么了 就而且5号说景辉流也改不了了 那那那得 那反正 反正目前找到的三郎是8 810 12 其他的没了 好吧 那我就过了 听听8号表水吧 8号人 那个 感谢一下这个阿郭的头十啊 因为 那就是5给我发啥 杀7这么独定的没听8发言就战5 那57肯定是两郎 那我是一张平民牌 57这样搞我 我肯定活不下去 但是我是一张平民 我实名举报一个事情啊 小阿K的心龙历程纯编 真纯编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自己往这边看 我我自己是没有敏人的 我没有敏人的 而且我记得我戴魁挺早的 所以他的心龙历程纯编 他说他说他他看着我 他说他看到我往那边敏 然后我比他先带先一步带亏 其他人都带亏了 就我没带亏 顺序就是其他人带亏 我带亏他再带亏 我我实名举报 我没有 我没有 首先我没有敏人 其次我记得我是比较早带亏的 然后我觉得5七是双狼 我自己是个平民牌 我能告诉你们就是10号是一张冤家牌 5七两个人搞我也活不下去 好吧 那我就我就当遗言流了 好吧 等会儿遗言可能也是同类的话 那我等会儿就再把这个这个 再感谢一遍吧 因为7号还没听过8号发言 直接就占免5 5七就肯定是两狼了 那我就给你们找了两个武器 我只能告诉大家 我是一张平民牌 我要占免10 12是那好人牌 然后别的就没啥了吧 我供了 首先感谢一下鹅姐姐 我双手双脚十个手指头占5 20个对不起 我说也都算不明白了 我上一把深藏龚宇明 不是8号 你那么厉害 你拿个猎人 你让让我呗 你以前也这么说 我现在也这么说 你让让我不行吗 那晚上你们还剩两身 我刀也刀不完 你让我一把你扛退一下 歪个不行吗 昨天我还在那个超话看 说那个8号对9号最近很冷漠 说我们关系很微妙 果不其然你今天就给证实了 那这个两个预言家其实我听起来非常的简单 因为4我没当他是预言家 他一整个跳跳虎 一天跳了三遍 我根本不信 信不了一点 你退水了 那很好很好 这5和10 其实我就看他们的发的东西 对吧 10给12发了一个金水 5给8发了一个茶沙 手心手背都是肉 那肯定是把8出了 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 而且对吧 真的手心手背都是肉 出他们两个谁我都开心 那就是这样吧 我觉得也是 今天而且你你别说 你别说你实名举报5这件事情 我因为你什么都能瞎说 我记着你有一次人家那个就是投票 你明明投的是你明明投投的就是那个 然后你到那个到我之前发现 你硬说说我没投我投错了 你这话你这谎都能说出来 你是吃铁丝拉灶里 你是好不了一点 所以咱们就是说810名 10名给他干出去 我我强势这边 过了 9号玩家送收到花花并留言 小童小童 威尼小熊 才华澎湃 童钱独爱 所有景上玩家 欢迎结束退水玩家 请灭灯 人在景上的玩家有5号 10号 请景下4名玩家 在我到时候准备投票 321 怎么 没吃完是吧 来 请4名玩家在我到时候准备投票 321 请投票 好 景下4名玩家均投给5号 5号玩家当选景长 作业 平安夜 请5号景长取得景左锦 发言4号和6号 4号玩家请发言 怎么事 什么意思 我给你数数啊 别弄了啊 123 茶茶 45 跟你对跳 这边 我第一个 不服 怎么事 什么意思 暗示我 告诉我我站错了 我没照 我在井上 对吧 很不满意 不吃 本来想吃完这个 是这样的啊 虽然景下4张票都投给了5 对吧 但是 我不觉得我不是个远家 我觉得我是个远家 我就觉得 这样回归一下 进入历程 我觉得井上的王宝宝 想要一个双 双筋水 有点坐坐 就是他有可能是个狼 然后10号在跟他的对话 上来就是 哎没劲 有一种一拳 打出去 像打在了枕头上的感觉的 这个对话 有一种坐坐的感觉 反正他因为 具体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他刚才 在我后者发言的时候 我觉得上来那个 给12号的那个 push的感觉 更强烈一点 然后所以我觉得就好 具体后面7号发完言以后 我基本上就要占5了 好吧 再听听吧 但是你要让我有点欺负我 我是一个需要收集很多信息 才能有发挥的人 你不让我在这个位置 就是啊 我懂了 我明白了 我明白为什么让我第一个了 因为我这个位置 我给不到你压力 你要让我摸着一个 跟上我这个的时候 我这一顿给你压力 啊 绕一圈回来 你已经 大家已经忘了 我给你压力 啊 聪明啊 没事过了吧 但他已经默认我是好人了 好 三号玩家起发言 嗯 我先说下我投票的原因吧 其实 每次 KS和牛肉干跳的时候 我就感觉 跟在做数学题一样 逻辑风暴 就框框往脑袋里面砸 但是我觉得他俩发言都很好 牛肉干发言也很好 五号发言也很好 但是一个原因是 石像鬼是守木人的板子 首先天生发柴杀 确实力度会大一些 因为他不怕发到自己的狼同伴 第二个是荣耀的表水 我觉得一个新疆汉子 怎么就能轻易的给武器屈服呢 他的发言是 这把你五号七号要我死 那我就出局留一言 我觉得不像他平时的风格 所以我感觉 八号玩家 是不是 你这把是个好人 你到后面 蒙蒙起来就干他们 所以我觉得八的发言 有点软 那我觉得有可能拿狼了 那我就投票给这张五号牌 我现在还没有听到 新一轮的更新发言 但我在这个位置 我会暂时占这张五 但是有一个点啊 就是因为四号七号 也都是占边五的 但是四号七号都去攻击了 这张十二 他们想要把十跟十二 做成双狼的关系 所以我在想 有可能十二是那个好人 然后四七是 想要把十二打到狼团队里面的 两张狼 嗯 好 就说到这了 过来 好 二号玩家发言 二号发言 我是投票给五的 五的力度好像蛮大的 这板子是相归守牧人 发茶茶力度还蛮大的 不怕发到自己大哥 我是觉得力度蛮大的 才投给五的 然后看到几下四票都投给五 然后又看十号玩家 忧心忡忡这个样子 我不知道是不是投错票了 但我是好人啊 其实他他发言挺好的 井上给井上井水 力度也是挺大的 我听十二发言不是很像狼 然后我点五完全就是因为 他有一个茶茶 然后但是再听听八号发言吧 八号发言 就是说今天你们把我投了 我一言都准备好了 我再我再听听看嘛 好吧 我是好人 你好 我觉得你们胡说八道 我真没识 因为八号玩家的发言是我这个发言就当遗言发了 他没有说他要出局 他是富与顽抗 他是觉得怎么说呢 无力回天 但他想奋力一搏 但最后给到的是一个 哎拜北的感觉 但是你现在不是要起来了吗 你就起来呗 起来弄嘛 我是怎么觉得的 我盘的都是反逻辑啊 我觉得十号玩家如果焊跳不会给十二号玩家发金水 你们说力度大紧上给后缀发金水 因为我没有听到人打十二 所以给后缀发金水 和给后缀发茶杀力度不是一样的吗 为什么一定要因为是实战鬼的板子 就说力度不一样 我不接受 我反正是要站到十号的 我站到十号的话 至少得如果十号是个狼 至少得有五票吧 因为带我一个好人嘛 至少得有五票吧 而且十号玩家跟十二号玩家上一把 确实是败在十二号玩家手上 起来又给十二号玩家发个金水 我真觉得不是汗跳 当然五号玩家发言是非常好啊 因为你的状态呢跟之前不太一样 但是你在自我介绍环节说准备是换一个状态 所以我又没法拿这个打你 确实是把路都给我封死了 我不好打 我只能硬来 硬战时 我希望你可以获得这款游戏的胜利 硬来吧 咱们就 别的没什么了 也没逻辑 只能硬来 很硬来 咱们就是无条件战时吧 先这么张 过了过了 好 上个人家喜欢也 我是女巫 然后九是饮水 然后 是这样 就是因为我第一排也是白痴嘛 然后第一排是那张白神牌 我没有跳 然后七号 反正因为七号点了八十十二嘛 所以我也不需要藏 因为 就是 我说退一万步说 如果五真的是个预言家 他也第一顶会留的是我 对吧 所以 因为我作为十的金水 我不可能是狼的情况下去跳牛 在我狼图慢跌查杀的情况下 所以 我听完前志位的发言 就是我不知道是怎么听的 因为二三嘛 都说的是什么八号认狼了 什么八的表水不过关 对吧 都没有说十号玩家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在这边 因为你们也没有说 因为七说了八十十二十三狼 你们也没有说十二一定是狼 所以我在这边跳的身份是为你们跳的 因为今天 就是 我现在目前为止 因为我认为七十狼 但是我不可能 去盘七号玩家在那边倒钩 对吧 因为他打了我 然后他每次 就是美其名言什么 我拿狼是什么 拉抱他 什么乱七八糟 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就是 我觉得这种 说这种话的时候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 就是 就每次说这种话的时候 他 因为他 就像在第一盘说我是狼的时候 你们都听出我是好人 但是你们都说他是好人 所以 确实 没有关系 反正我晚上读七号 我晚上读七号 那不能说什么 我跳出来的意思就是 我晚上不管谁出局 我晚上死 我死 我活着我就是女巫嘛 反正如果说 我跟七对死 就是七是吃毒的 我会读七号 我目前为止是站边十号 因为算上我是狼的情况下 才八十十二十三个狼 因为听完一的发言 你们很难认为一是狼 那我们诚如那个所说 因为九是我的饮水 他在墨之卫 他说的那些东西 只是因为荣耀 他个人的问题 他也没有盘很大的逻辑 当然你如果你说 你盘出逻辑之后 你说服我 我也是可以站边 我也是可以站边 那个叫什么 五号的 但是从这个 我们不管从 首先你先要说服我 是七号是倒钩 他打我 因为你看 五已经选择在墨之卫 首先他首先五的发言 他发言的时候 没有认为我是狼 他说来咽一下我 他听完七的发言 查杀在十八号 对吧 这边是汗跳 他为什么要让七号玩家 在墨之卫归票呢 对吧 七号玩家对于他来说 是X身份 他可以是站边你 他可以是站边你的倒钩狼 你要说七号玩家 从来不倒钩 那不可能 站在我的视角里面 就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我现在这么诚恳的发言的情况下 就是告诉大家 再去考虑一下 因为这个边 因为我跳出来的情况下 我是必死的 因为狼会杀我 我投对了狼也会杀我 投错了狼也会杀我 因为我是场上民女 别的我就不多说什么了 我会去投这个 我目前为止站边的是10号 我只是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七是狼 我跳不跳 其实都我要把九号玩家 饮水爆出来 因为你是不站边这个10的 对吧 而且我也说了 为什么我一定是个女 别的没有什么 我晚上会毒七 所以因为七是狼的情况下 他们也就孤注一致了 对吧 因为如果投了八是个平民的话 他们晚上就杀平民了 我第二天也活着 但是我活着的时候 就说明我们好人就一定输了 别的没什么 请大家再 就是也别说我为10号票 你们再听一下10号玩家的发言 好吧 这发言应该没问题吧 我会 我目前是站边的10 因为我为什么站边10 我说的很清楚了 过了 11号玩家 谁发言 我很开心啊 KS老师 我站队边了 因为我是个女巫 一直到12发言之前 我都在想 自己有没有可能10%的概率 你们俩 在我这里 冤家的面是 你是90% 他10% 我确实还考虑那10% 他们可能是冤家 但12跳女巫的时候 我就知道 我很开心 我站队边了 那12为什么会在这个位置跳女巫 我认为六七里面 没有能够工作的狼人牌了 所以六七可能暂时能放 酒井上发言的时候 我其实觉得他冲的太狠了 因为他是个饮水 但他冲的太狠了 他今天把巴都吹到土里去了 所以我当时没有一定能放下 你一定不可能自刀 但是我觉得你大概率不可能自刀 那你知道吗 你冲的太猛了 我只是对你存疑 而且他这个位置跳了 而且抱的是你饮水 那他也知道外置位一定会有女巫跳 所以我不能完全保证你一定是个好人 有可能 因为我现在如果能把酒放下的情况下 六七里面我觉得不太能开一张能工作的狼 那我认为狼可能开在前周一二三 我觉得四不太像狼 那要么二三里开个倒沟 要么一就是那个简单的冲锋 那这把就比较简单 井上其实十二起来的发言 一号完蛋刚有一句发言 说没有人打十二 我记得前周围有人打过十二 而且井上十二起来发言 我觉得他挺差的 我当时不太能暂时的编的原因 其实完全是因为我觉得十二发言很差 他在那个后置位 就他聊什么 哎呀后置位能不能给我发个精水 什么什么的 我觉得他在唇胡宗 就唇找一个自己状态好的那个样子 所以我当时本来就认不太下十二 说实话他今天不跳的时候 我都打完跳 我都打完跳出来 至少把视角开了 然后把饮水爆了 因为我觉得我大概率会占你的边 而且我大概率今天把八干了 然后今天十十二里面我开读 我听你安排就可以了 因为我其实不太觉得十二能是个大狼 那么这三张牌里面 八还是有一点点可能成为大狼的 但是他今天跳的是张平民嘛 那他第一天验的是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我首先十一定是个小狼 十二我觉得他大概率是一个小狼 不然十给十二发这个精水 反正我不知道我这个女巫 有多少人能认下 但至少我能保证的是 后面是一个归票的预言家 是KS 我觉得如果我拿来聊的不好 你帮我聊一下 但是我的视角是这样子 然后我就替你安排 就过了 十号啊 请欢迎 真恨啊 徐姐 现在 哪个狼 女巫都汗跳了 可以可以 那个五十一肯定是两个嘛 因为十一跟我精水充身份了 五十汗跳就没问题 七 也不太能吃好人吧 五七十一嘛 对吧 我在我这狼科还蛮简单的 其实 比较那个的地方是 锦虾居然一票没吃啊 我还是蛮惊讶的啊 我就是 很少拿预言家伙一票不吃 当然我听了 钱之位十一是狼嘛 我们不管他 二跟三的意思就是 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 五给八发茶沙 这个板子 茶沙的力度大 然后其次觉得八的表水 不是特别好 我是不太觉得五八是 斐茶斐的 因为首先我在钱之位 我手里没有茶沙 我验的是精水 五号如果给八发茶沙 今天的轮次就是五跟八 信我是出五 信五是出八 那就横竖都出一个狼 所以我不太觉得 五八能是狼茶狼 荣耀的发言 说实话 我井上没有觉得很差呀 因为他的人狼发言 就是非常一致的 就都是那种 比较风轻云淡的发言 他不会就是起一些很那个 但是我希望八号玩家 既然这一轮 大家对你有一些质疑 我觉得你可以把自己的 视角分享一下 就哪些地方是 对啊 就谁是狼 谁是好人 这些可以翻 但是狼坑其实也比较简单 是呃 其实那个 十一出来了就比较好办了嘛 十二就有明确的投认目标 其实我验人的话 我明天能说出话来就验吧 因为我觉得 我如果今天把五号玩家出了 我大概率是要吃刀的 这个板子 因为没有守卫嘛 我明天能爆出验人了 我看完票刑给大家验 九号是要二十个指头称五的 挺恨 那个九号 我不知道啊 因为锦上你也没有聊特别多逻辑 你就是因为 呃 好像是一些 嗯 我就当你锦上是节目效果吧 我想听一听 九号锦下的这轮战变 然后锦下的二跟三的发言 二三四我聊一下 二号玩家的发言 他会有一些对于我表情的捕捉 这个好像前两把没有 好像这一段在你发言里 就是前两把没有 但你一直是好人嘛 你一直是好人 我希望你在听完我们的发言以后 因为这把很难打的一个地方 是后支位 可能除了八号反击以外 好人就不是特别多 因为六号玩家你是投给五号的嘛 在没听过你发言之前 没有办法确定你是好人身份 后面五跟七是比较确定的两个狼人 那到时候他们又是那种 发言煽动能力很强的 我就希望好人这把能战队扁 就真的希望好人这把能战队扁 然后 嗯对 就是能不能赢咱们再说 我希望 哎我看第一天出局的 就今天 我希望今天能有能有狼人牌 在第一天出一个局 不要每次第一天出去的都是好人 好吧 然后我希望八号好好发发言 我过了 不会出五啊 好 九号大家请欢迎 回归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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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把 这个景上发言有点过于冲动了 过于冲动了 其实呢 八号刚才那个表水确实是一般 五号呢 确实也是发到了我的这个心坎里 但是咱们呢 仔细想一想 首先呢 这个 咱们可以从两个女巫里面 就是判断一下 许姐现在真的是很横 许姐真的 你这你这把 你说你跳个维尼 跳个维尼熊 我都都都 我都能感觉到啊 许姐你真的很横 但是我呀 这个人真的从善如流 我仔细听了一下 不管十二和十一谁是女巫 有一个共同的信息 是我是饮水 也就是我必死了 第一天晚上我必死 那这个狼队里面 如果有这个八 我不能接受 我上半那么 都已经那个游戏体验了 第一碗还捣我 我觉得不太可能 我觉得八干不出这事了 对吧 所以呢 我从这个上呢 我能判断出这两个女巫呢 我觉得十二应该是这个真女巫 十二应该是这个真女巫 不 为什么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八不在狼 因为我觉得八不在狼队 我死是公共信息 盘出我觉得八不在狼队 八不在狼队呢 KS发的就是假查杀 对不对 那十就是真原家 那么十二就是真女巫 十一就是假女巫 虽然刚才咱跳了点步 但是咱们最终还是回来了 然后我觉得一应该坏不了一点了 因为是在全场都在这个兜战五的这个情况之下呢 一这个地方 他可以说是汉地拔葱 可以说是汉地拔葱 硬是说强势来一波 挺好的 我觉得一应该是不错的 然后一跟二的互动 我觉得二这把应该也是好人 CP笑脸的 有一些CP笑脸在身上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已经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局了 而且我现在其实已经感觉到了 八现在是有些叙事待发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可以表演也可以打人 但是我已经站回来了 不要不要打到我身上 鞋也不要绷到我身上 我已经站回来了 我颈上虽然是瞎说了 但是我颈下从善如流 我过了 我感谢一下鹅姐姐的头识 感谢一下阿郭的头识 感谢一下瓜家老四的头识 还有刚才的鲜花 我忘了谢 刚才那个表情不是说你们写的不好 是你们运眉压准 谢谢爱你的小同学 好 请 八号 八号玩家发言 暂时就对了 初五准没错 因为前志位的发言 给了我很强大的求生欲望 十号一定是预言家 我就是一张平民 因为你说十号玩家 是真的预言家 让我展示 我一张平民牌开出来的视角 我也只能给你点出 五七十一啊 外置我也找不到呀 因为你要去找那个大狼 我肯定找不到 因为五给一张平民发茶沙 那肯定是张小狼牌吧 那七直接从头铁 他没听八发言 就给五重锋 说要说五肯定百分百事 然后打十十二 直接打的八十十二 那七肯定也是小狼嘛 那十一这个位置 起跳一张女巫牌 不可能也是 也肯定也是小狼嘛 我只能告诉你们的是 五号牌 说的那个心路历程 纯属瞎编 我本人在这给大家辟谣了 我晚上就没有名 我就是一张平民牌 然后我点的坑也只能是五七十一 然后因为十一号 自己也有点爆炸嘛 因为他十二在你视角 如果你是真女巫 十二肯定是狼嘛 十二是狼 你的狼坑应该就是八十十二 你说九号是自刀 那你不纯属爆炸嘛 然后就是你们外这位好人 认不下我去分辨十十一十一十二 谁是那个真女巫就好了 认下谁是真女巫 真原家也就找到了 我能不能 我能告诉你的时候 我能告诉大家的就是 我是一张平民牌 然后是 真的是接了茶沙的平民牌 然后我点的狼坑就是五七十一 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我是一张平民牌 然后装态又起到这了 外之位的大狼 我真没找到 真没找到 我觉得三十号人牌 因为三号你一直在观察我 这个我是观察到的 我觉得三十号人牌 因为五七肯定是共编的嘛 因为五号 我八七号在这 他是个X的身份 就正如十二号真女巫所说的 七号在他视角里 应该是个X身份 我八号是个茶沙 十号就是高之位发言 十号在他眼里 应该是个对跳 应该在他眼里 是张狼人牌 他把那个啥 顺序打到这边 无非就是想让七 煽动大家 给大家洗脑 然后把我这张平民牌 给归掉嘛 因为他这个发言顺序 就百分百是五七 是两张狼人牌 要不然他如果是 如果他是真原家 他不可能发言顺序 这样打的 所以说五七 肯定是两张狼人牌 那十一号跟十二 看见女巫 就五七十一 三张狼人牌 我就是一张平民牌 别的我也没啥了 然后 那个 我只能告诉你 五号是狼 然后他心路里成编的 然后别没啥 过了 我今天会投五 七号人家的发言 那个 那就挺简单的呀 那就是八号 十号 十二号 九号 不能是大哥吧 那 那这太简单了 那个 十二号 十二号 怎么说 现在五号 景辉留留的是你 你资报还来得及 不然你说一会儿 又把大哥咽着了 怎么办 就你 你跳 你汉跳女巫 你不又拉帮狼团队吗 你天天的 一拿狼 就开始干这个 你找着女巫了 你就跳 那没想到十一号 在你后边吧 完 那你怎么办呀 那就反正我肯定 今天就出八嘛 对吧 然后明天就十一 十二双死 然后 当然了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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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外置卫 外置卫的人 可能不一定 现在就能认下 谁是女巫 但这都不重要 女巫的事 自己夜里去解决 不就完了 然后 其他的没了吧 这这反正 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就看五号 刘好景辉 刘燕仁就完了 然后 嗯 而且我觉得八号 这那表水 也没有那么好 就我让我觉得奇怪 是九号的发言为什么突然就站回来了 就这我觉得奇怪 因为十一十二肯定有真女巫确实爆了酒的饮水 但是为什么就站站回去了 嗯 其他的 但十号发言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啊 就是确实十号发言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没了 那就那就等五号发言呗 好吧 我过了 那好 嗯 六号玩家 在外边啊 六号玩家先说 上井的理由 就是担心 想留个景辉 我这不是有一把 上一把没有景辉了 然后我心想这把 大家再一冲动 我就留了一下 两阵营 157 11 18 12 9啊 把1和9去掉 就57 11和18 12 那我说一个 刚才先回答一下牛肉糕 为什么我会把跳投给这边 那力度明显大 两个人聊都很好 你们俩真的聊都很好 然后我在我旁边 他的话就像一阵春风 然后吹进了我的耳中 就是担心真的聊得很好 当然牛肉糕聊也很好 但是这个局是有大哥的 狼和大哥不认的 互相不认识 在这个情况下 狼发茶沙是有风险的 然后这个时候 他发的是茶沙 而且他这个力度很大呀 他是给后职位井上发的茶沙 给了对方这个辩解的机会 而金水 好人也能给 坏人也能给 我只是这一个点 所以你们两个在我这发言 各占50%的情况下 我选择了力度更大 或者风险性更高的 这个5号 因为他那个 然后再加上8号 接过来了以后呢 有一点点感觉到失利 就是在那一刻 他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欲望的 有一种就是失去了 想要狡辩一下 或者想要冲一下那个想法的 不管我 不管是不是这样 反正我感受的是这样 所以也可能是我感受错了 所以我站的是这样的 然后现在整体的发言 两个阵营的发言 在我这个什么都不知道的 毕业玩家眼里 我觉得都挺好的 但是 我只能是主观了 我只能主观了 也可能是我忙 我觉得我还是 跟我第一轮一样 我继续等5号 因为我觉得这是在发言差不了很多 加上我对8号的这个标准发言不是特别满意的情况下 这是我5号给予我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力量 所以我就选择跟5号一块走 出8号 然后女巫的事情自己解决 过了 5号玩家请发言 员老师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 然后我验久呗 就奔着石像鬼去验一下呗 对不对 因为你这警察的确莫名其妙的 本来我是原定的警察又是验一 验一也不是 其实也不是奔着你小王验的 奔你验也是验那个石像鬼 因为十二发言他聊的不好的点 说给你们听的啊 说给你们听的 他说你在你们就是在站边5号玩家以及5号玩家的队伍里面是没有办法去打出更多的狼壳 只能打八十十二 可是1号玩家井上井下基本上都是偏占10号玩家多一点的 所以在我的立场 我是很轻松的去把你1号玩家打到队伍里面的 他说你们只能打八十十二 你1号玩家这反应你们肯定打不了 凭什么打不了 你发了什么言言我打不了你啊 想打就能打呀 对不对 所以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点 他在说我发言顺序的时候 发言顺序等会我正好去解释一下 他说发言顺序的时候 5号玩家是原家 为什么不去考虑7号玩家有可能会有倒锅的操作什么这样的 那你底牌如果真的是一张女巫牌 七号玩家井上打了八十十二 你为什么不能觉得 他在把你往八十那个团队里面丢啊 他是八十的同伴不行吗 你说我应该要有这样的思考量 你不需要有 那什么意思 你就是自认水平不如我 那不就这个意思吗 那所以你就不能是女巫 你就发言 10号玩的问题是 他在去聊五八两个 不能是斐子 就是狼茶狼的时候 他从来没有一个思考量 8号玩家有没有可能是大狼 他没有聊过半句 8号玩家是否有可能是大狼的事 因为五八可以不见面 那八号玩家的发言 表水是没有实质内容的 他井下的发言 甚至除了表水的 稍微高抗一点的状态之后 他只打了一个点 就是五七十一三个狼 我只知道五七十一是三个狼 剩下的我找不到了 五号玩家井上说的那个敏项是编的 然后还掰了十一号玩家那个发言 说十一号玩家说九十是自盗狼 十一号玩家说的是九号玩家 大概率是好人 不太可能是个自盗狼 只是很小的概率 十一号玩家发的是这样的言 所以你也掰了十一的发言 而且我对外职好人很简单的一个点 今天哪怕就算十二 真的 那么百分之零点零一 她是个女巫 跟八十和五号玩家 谁是好人团队 没有任何半毛钱关系吧 这个能听得懂吧 是不是 所以今天发言发到这个地方的话 我就是百分之百的运言家 这个大家应该能认可 我希望大家能认可 如果认可不了也没关系 那个就一个是一个 因为八号玩家的表水大家也听到了 他只是空有状态嘛 没有其他实质内容的 然后十号玩家虽然跳得很好 但是这个板子会趴数人家 他会多一个思考量 然后我也不太想去盘 那个警察给我投票的勾子 六号玩家听了我觉得挺像好人的 三号玩家 反正两边都给了甜枣嘛 然后反正先给我投了一票 都要去看票情 二号玩家我觉得没有那么像狼吧 然后四 因为先知发言我也很难评价他了 所以就是验个九 然后剩下的 我已经给大家找到三个了 找到三个狼了 我觉得就算我最后一个没点到 我觉得也仁至义尽了 然后十一号玩家 你不就读十二 就读十二 然后我就留一验九 因为留一验就足够了 我今天要么被吃在白天 对吧 要不然晚上他们也只能砍我 不砍我 他们明天还得 剩下那个小狼 得跳一个什么熟墓人出来 那一切都真相大白 四个狼都裸着 我都不用去验了 好我就验九 然后今天把八号玩家投了 八号玩家有可能 因为十十二一定是两个小狼 八号玩家有可能是 有50%的概率是摄像鬼 虽然可能现在不是 因为我现在 你看我验九是奔着摄像鬼验的 然后就投八验九 过了啊 所有玩家翻译结束 五号检查归票 八号 其余玩家在我到时候准备投票 三二一 请投票 一号 二号 八号 九号 十号 十二号 投给五号 三号 四号 五号 六号 七号 十一号 投给八号 六点五比六 八号 玩家出局 请留言 给八号玩家这么大的希望之后 又让八号玩家跌落谷底 这我是狼 我是女巫 四个字也 我也能说嘛 那我就是一张平民牌 那说我没给实质内容 一共四张狼人牌 我跟你点了三张 还不叫实质内容 我还说三号是张好人牌 因为他一直在看我 这叫不叫实质内容吗 这也叫实质内容 我说我找不到十项鬼 是我能力范围之外的 然后我告诉你们 十二一定是真女巫 十一打 那个九的那个点 就做不成女巫 这叫不叫实质内容吗 那那我一张平民牌接查杀 那我这轮再给你们 给点实质内容吗 我觉得六可能像上一张好人牌 那点完双鸡狼坑 是根据力度战边的 单纯 他单纯的以为五给八 发查杀力度大 所以战边我觉得你可能也选好 你虽然投我了 我都觉得你可能好 因为因为你一直在看我嘛 那我就是一张平民牌嘛 那狼坑就是五七十一 票行我也大概看了一下 反正是六点五比六嘛 我也没记太清楚 那就再战战吧 我就是一张平民牌 接了查杀 然后被投出去了 实质内容只能给这么多了 然后我就走了 过了 8号玩家已经结束 请给玩家佩戴好面具 对要收手机 感谢各位的点赞 入夜给大家开启视角 你们把手机放一边就行了 大宝宝尔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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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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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三二一天亮 所以双死 十一号十二号玩家死亡 没有一言 请五号请选择 请坐几个发言 四号或六号 四号玩家请发言 谁谁谁先发言 我先发言 四号玩家请发言 怎么没完没了了你 我是帮不上你忙是怎么的 我上轮没跟你一块头是怎么的 我这人就我就反骨了 我跟我说一下为什么 就是其实前这位警上的发言 我听了 然后警下 我这个地方也没什么信息 可收集 到了十二号发言的时候 我基本上就认定了 这个五应该是个预言家了 不是他十二号怎么那么大主意 他凭什么他一个女巫 在那个位置 警上都怕后面给他发霜金水 的情况下 他警下五号还没发言 everything no change OK 然后他十二节跳女巫 站边时就开始框干 框框干 然后就我 我首先啊 我不是说质疑十二号玩家的能力啊 我觉得 我想了一下 他如果真的是一个女巫 他在那个位置 他应该不会去这样明着跳出来 直接站边时 就我的感受上 你想他在井上唯唯诺诺 对吧 发言 双金水都怕接 如果他真是一个女巫 他井下什么事没有变化 到那儿 他就直接跳出来 跳一个女巫要干 然后你再听雪岩宇的发言 雪岩宇这个玩家 可不可以在王宝宝 在其实信息量很大的情况下 一瞬间就就直接跳一个 跳一个女巫去汗跳 这也是我判断的梗泽 我觉得做不到 好吧 我这么说感觉好像把他们都给 可能不太好 不太好 但是这 这往往就是我站边的原因嘛 对吧 我 并且 但你老让我第一个发言干啥呢 真的 我你 我真的很想反骨了 就生气 你们那个 十号 我的票能哄 能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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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哄骗我 求你了 过了 我还是想站边这个五号牌啊 因为我昨天听十跟八的发言 其实就我 我十一十二我也没听出谁是女巫谁是狼 真没听出来 我就听到十的发言的时候 我觉得十号玩家盘那个 八号玩家跟五号玩家不见面 其实确实确实了八号玩家作为十项鬼的一个视角 因为他盘两个人是明面上不见面的狼 他说那八号玩家就当反向金勇去听他的规票 一个是这个 第二个就是八号玩家去强打十一的那个点 有点硬 十一号 这个这个前面都说了 我就不赘述了 所以我听完八十的发言 我还是会想要站边五 而且五号玩家验九是一张精水 那其实一二昨天两票是全部都投给这张五号牌的 那一二就会出问题 我昨天听一二的发言 我觉得确实有点像开了 因为二号玩家 他昨天井下的逻辑 是跟我上票的逻辑是一模一样的 那我想听听 为什么二号玩家在最后的发言 你会选择去投这张五 我听你井下的上票 想法跟我都是一样的嘛 但是最后你变票了 所以我觉得在开朗可能在一二里面吧 我还是会不要想站边五 过了 二号发言 应该不能是昨天我一个好人 跟四个狼头的预言家吧 我觉得五应该是狼吧 因为五号玩家验九 你不如井下验 井下都投票给你的 其实上轮我看到那个票 到我发言的时候我就犹豫了 因为井下四张还是三张 都上给的是五号 因为我记得五号玩家验三那时候说了 说我验二三验谁验三吧 我是奔狼去验的 我觉得你像狼的 然后三还是把票投给你 当时我觉得三其实 能把票点给你三就很像狼了 然后三那个位置发言还是说 尽管大票行你吃井后 我还是觉得你像预言家 当时我在犹豫了 我说有没有可能我投错票了 我说一下为什么我投票给你 是因为我觉得你力度大 我上轮是这个发言 我是觉得你的井辉流不好 验到九 九号玩家是饮水吗 两个女巫嘛 你不管她真假 都给九发的饮水 我觉得你应该井下去验一张 你说二也不是很像狼 三也不是很像狼 还有什么六也不是很像狼 这怎么给出来的呢 你井下一定要验一张啊 没有井下视角吗 我觉得你这个井会流很差 我就投着你 而且十号玩家 上轮发言没有什么任何问题啊 然后你还说笨一 验一 之前说验一定义什么的 然后后面又说验一九 其实如果你是冤家一 就肯定是铁狼了 他是第一个站出来 支撑那个五号的吗 对支撑你的吗 不对支撑十的吗 八出局完全是因为 他觉得三是好人 又觉得六是好人 所以他肯定会出局啊 三六都是站边五的 他是你的茶沙 他肯定出局啊 不知道上轮投没投错票 站不站的对边啊 反正站实打的话就是 五 五十二 五十一 五十一 然后七五七十一 井下可能是三啊 是这样子吧 六都六都可能不是 四都可能不是 然后一是好人 就再听听十号玩家 你的验人吧 我没有觉得 我始终没有觉得三 三是好人 从他那个上票 第一天上票 到发言 都没有觉得你是好人 我自己是好人哈 就这样过了 一好玩家发言 一好玩家发言啊 我是那个守木人 八出局是个好人 那不就简单了吗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 听的啊 你你一定要去 因为五号玩家发言 是这样的 他说十一和十二 无论谁是女巫 跟他是原家 都够不成棒母钱关系 这是胡说八道 因为十二号人家 跳女巫站的十 十一号人家 跳女巫站的舞 必须是构成逻辑关系 他说没有的 就是胡说 而且他说 我验船的必须是 冲着大郎去验的 我就问你 大郎全部都大概率 占面女巫的情况下 我是不是应该选择去倒钩呢 而且我这平地一声雷 我说我要占面石 我什么身份都不跳 我硬占的 你打我是个大哥 你是不是有点 大哥你没事吧 是吧 然后你们要去盘十一跟十二 因为十二号玩家逻辑 说得很清楚了 因为在八号玩家 发起茶沙的那一刻 他是不应该跳女巫 起来领读的 逻辑就比较简单 因为大家都占面舞 八号玩家大概率出局 十号玩家大概率保不住 十二号玩家最明智的玩法 是跟十号玩家撇清关系 而不是跳女巫 起来站边之后再领个毒 毫无贡献 所以说十二号玩家 跳起女巫的那一刻 他的时机就比较像一个真女巫 但是十一号玩家说的对 因为后之位 可能没有人会再起跳女巫了 所以十一号玩家 选择在那个位置起跳 这是他起跳的心路历程 我没有其他跟你们废话的 如果我 跟十二号玩家是队友 我在昨天就应该跳一个什么东西 起来帮他号片 而不是干号 干号这个东西 我又没逻辑站边他 我还没有什么底牌站边他 就显得很苍白 所以说咱们就是说 一号玩家呢 不是十的队友 你现在验出九呢 也是个金锁 而九号玩家是准备回头站十的 也不是十的队友 那你就少坑 因为你打八号玩家苍白 原因是因为八号玩家点了三郎 但是咱们这个边无论怎么站 人均点三郎 相当于白发言嘛 那他的发言就只能是 给到一些那个啥嘛 因为这个东西很奇怪 八号玩家说他没有闽人 你说他闽人了 没有其他玩家出来作证 这个无从政委就很尴尬 没有人看吧 也没有人看我 我们没法通过你们俩独立的发言 去判断谁说的真话 谁说的假话 而且你说你听不懂 九号玩家倒戈的理由 他讲的很清楚了 因为他是吃刀者 他认为八号玩家是不会刀他的 所以八号玩家不在狼队 你发茬茬就发错了 他的发言是一套 就是嘛 一脉相承的逻辑 你也没听懂 我的身份地义 你也给的不太对 那咱们就说没法站 你很抱歉 我觉得我聊到这个地步 而且我这种木人 我看了八十个平民 不是是个好人 呀聊棒了 是不是 没有没有 开玩笑 开玩笑 看就是一个好人啊 别的没了 你加油吧 我只能帮你到这个地步了 咱们说努力吧 可以的啊 过了 他切了是吧 我验的六十金水啊 因为昨天六号玩家的发言 确实非常好 但是他确实最后 因为两轮一直是在给 五号玩家 帮五号玩家投票的 我实在不确定六号玩家的底牌 因为第一把六十狼 我其实也没有抓到 所以去验了六十个金水 那五七十一是三个狼 十一被毒掉了 呃 你们在打我的点说 昨天五八里 我没有八十大狼的思考量 这个有点那个了吧 就八十大狼 那不挺开心的吗 那不挺好的吗 但是概率很低啊 对不对 你 因为八号玩家独立的发言 我是不能认为 五八是两个见面的小狼的 对吧 所以至于八是不是大狼 这种就是听天由命的事情了 那五如果真的撞车了 那不跟上一把一样 那是狼队倒霉吗 我觉得这种东西 多余聊出来吗 对吧 那如果真的八是大哥 我肯定很开心 对吧 那你换句话说 如果八真是大哥 五七八十一 那不特别开心吗 对吧 所以一这个位置是守木人 其实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六号玩家是一个金水 我不知道六号玩家的票怎么样 因为我们的票上一把是 六比六点五 是少零点五票 五号玩家有紧灰 就因为每次发言顺序 都是他们俩结票嘛 结票是有很大优势的 然后你看我们这边少的票是八被投出去了 我的金水被砍被砍掉了 对吧 八十二两票少了 他们狼队是少了一票 所以上一轮的我们的票是九十一二 那现在还是一个四比五点五 那边五七的票动不了吗 然后我认为三四里 我不太觉得五是茶茶道大哥了 三四里产生一张那个五七的匪同班吗 我认为啊不太能认为九号玩家 或者二号玩家里面还有倒勾了 这个我盘不到 所以我希望六号玩家这轮能够回一下投 因为我验了你是好人 我希望你能去投五 因为很好人团队需要你的票 我们的票是不够的 包括三四里的那张好人 四号说我来哄一下你 就是我是个预言家也不存在哄的情况 就是你再听听呗 你听听五跟七 好吗 因为不存在哄 如果你是个好人的话 你听完五跟七 我觉得你会有自己的判断 对吧 包括三号玩家 如果你是好人的话 就是好人团队 就是票不够 因为如果你们还是按照上一轮的票行去投 那投出来还是五点五比四 如果我出局了 应该游戏就结束了吧 别的就没啥了 出一下五啊挂 我那个再一次举起自己二十根手指脚指告诉大家巴尸郎 我是守木人 然后 哎呀 冯小彤吗 是这样 那个七 我不是大哥 我不做大哥好多年了 真不是大哥 市井上那个逻辑说的是明明八二八 一切的基点就是觉得巴不可能 在我上一版那么差的情况下还刀我 这个逻辑的基点就是个狗屁 昨天晚上呢 这个八号告诉我了 是一个狼人 而且 其实你验我也有收益 因为我现在就是全场身份已经高到爆炸 对吧 因为我是一斤两银 可以说是一个奥运冠军的水平了 咱们是一个大满贯选手 对吧 而且咱们也把狼全部就是都找出来了 对吧 十号 我的师傅 一号 就是一个汉地拔冲的 一个很厉害的人 很喜欢汉地拔冲的一个 对吧 而且他跟我对跳呢 这不正好吗 因为我身份又这么好 这个一和十就是被活住 哎呀 那就是 就剩找大哥 这个挺好 挺好 挺好 然后这个也行吧 主要是我真没想到 八接了茶沙 然后说让他 十已经给他递话说 你要某某发言 三甚至就跟他说 新疆小伙什么的了 他这辈子听到这四个字 他都是很亢奋的 没有想到他能发出那样的话来 在上月吧 确实有点头铁 但是 咱们现在好人是非常光明的 十一出谁 我都给你出 好了 我过了 守母人 守母人 好 那就这盘不是挺挺挺好玩吗 守母人对调 证明五号是原家 那啥意思 那不就都想让石走吗 那就出十呗 没什么聊的吗 对吧 那慢慢出呗 就五号接着 接着燕仁 接着刘景辉流 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卡 好吧 那就那就没什么了 那我就过了 我这边挺好挺好 小灰我特别想跟你一块那啥 只有这跳的如果不是他 守母人 他身份太高了 你知道吗 身份有点高 一斤两银 就是把那个去一斤一银吗 因为有一甲的吗 那最少也是个饮水 而且这饮水在前面 也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换个人 换个人我都信你 十号 而且牛肉刚说的真的很动人 真的很动人 我这边都写好 我都准备好发言了 我准备好发言 我这上马没有成功的出道外格 机会又来了 我可能 我还是 我因为在这个局里面 我觉得我随时可能会被打骗 但是我觉得 相信自己的判断 就是可能 可能错 但是我还是 只能这样 这又加码了 你这边 加了码 本来我都真的亲过去了 我真的整个人亲过 亲到那边去了 又加码了 那就跟 我只能这样了 牛肉刚对不起 信不了 冯小彤加码 我过 我过了 我昨天验的90个精神 我先哄一下宝哥 宝哥他不哄你 我哄你 好吧 那个我前一天 发言顺序是因为 那边的井上都发过言了 唯一个没发言的是六 这边是一圈 都是没有听过 就没有听过我预言家发言的 没有听过茶叉发言的 我想让你们这边先来 真的吗 昨天是这样一个发言顺序 而且我本身也不太惧怕 什么汗跳和茶叉在后主意发言 我不怕呀 对不对 大不了我出局嘛 对不对 昨天是 今天是真没办法 酒精水必须得让你先发言 我要那样发言 小彤老师生气几眼了到时候 那不行了 那不能 然后那个 现在只有一时两个狼了嘛 那个我们 那行 先出十号玩家 那个 我就归时 厌舞 警惠都厌舞啊 没狼了 所有玩家发言结束 五号警场归票 十号 其一玩家在我到时候 准备投票 三 二 一 请投票 十号 投给五号 其一 所有玩家投给十号 十号 玩家出局 请留一言 可惜啊 可惜 什么意思 怎么 怎么大哥也投 什么意思 哎呦 我想一想 看到了 起来的时候知道小彤是守护人了 他那个表情 特别不可思议 一直待往法官那边看 但我觉得我发酒茶茶也太假了 酒不是帮我投票的吗 这也发不了酒茶茶 哎呦我寻思 就 可惜 差不多 五号玩家这个真原家赢了一次 一比一比一 可以可以 少零点五票是吧 那 我不能替我 我不能替人家决定啊 我不能替人家决定 我先过了 砍 砍一刀 狠狠砍一刀 过了 十号玩家已经结束 请各位配戴好面具 天天请闭 自然之后 我感觉还还得多耶 吴 你 不定 我 是 我 在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可那跳一个女巫 可那开始疯狂的要干七的时候 说我给你毒七 说还有一个 我真的不是侮辱12号玩家 就是以我对12的了解 他这么干脆利落的战时 我都能觉得还行 他可那毒上七了 他还毒上七了 他凭什么 就是他就不具备这个心理素质 对吧 就直接拉爆了 其实你说那个特对 他跳的女巫就拉爆了 他根本就没有那个心理素质 他还毒上你七 他也就嘴上说说 过了 三号玩家请发言 三号玩家发言 我 就你啦 你是最后一个狼了 要准备发言吗 小黑 那如果是我就不说了 因为你不自暴不交牌 我还在想会不会 你是个好人 跳什么不人 然后还有别一个 外这位还有个别的狼呢 如果你是想要最后发言 那我就不盘这个了 盘完又说我变徐姐 我也想极限一把 我不极限了 好吧 那我就听完你发言 投票了 过了 二号发言 那就听听小黑发言吧 好吧 不聊了 过了 过了 不是 我确实不是那个狼 所以你们还得去盘 因为没有必要拖时长 我也就是说有很多那个高光时刻 不差这一把 就是因为这把呢 我确实是想钓鱼 但又不能想钓得太明显 因为我的发言 你们如果仔细听的话 我是说过的 我占你们团队 你们必须是5.5票 还是什么5票 我是这么说过的 因为我知道我做到他们团队里面 如果他们是狼的话 加我一个好人就是5票 所以比较的难盘嘛 因为我跳那个守木人 原因也比较简单 因为我不确定自己站队没有站队 所以我就起来发八号玩家一张好人牌嘛 那我肯定你去找一个狼嘛 所以我去找二 二号玩家是被我调出来的嘛 别害羞 这是大师赛 我这反而认不下我 我觉得有点奇怪 我就这么讲吧 正常来说确实要交牌的 是吧 反正我从头到尾我都说了 我硬站时 我不是说盘罗技站的 我就是情感上支撑 因为他上一把玩的不是很那个 你看这把我都站到他团队了 他还是四分五裂的 是不是越盘我越像个好人了 他四分五裂 他现在只剩一个狼了 还不是我 他得多难过 他对着我说 你大哥怎么还投我 我大哥不可能投他的 对吧 而且我起来也不可能刀成这个样子吧 我肯定有信息的呀 对吧 反正认下我就好说了 认下我出二就结束了 如果你们还想出一下我过一下瘾 当然是我活该啊 我这 我确实今天拿三把瓶瓶不太那个啥 没什么操作 我想操作一下 这我觉得应该能认下吧 没什么好那个啥的 就出一下二 就照顾一下好妹妹嘛 是吧 咱们最后一个狼就出一下二 或者是你们出完我再出二也都行 出了我肯定不结束 因为我确实不是那个狼 表水没什么好表水的了 过多就没有了 过了 感谢一下YM的头十 小黑老师挺挺挺好的 然后小黑老师挺敬业的 最重要是小黑老师说 我先说一下 我说木人昨天晚上十号是一个狼出去的 得说一下 然后那个小黑老师说 他不确定自己站边站的稳不稳 所以先报一个八十斤水看看 听起来有一点像聊斋的小故事啊 有点crazy 但是真的我又觉得一应该 这时候就没必要咱们拖食厂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我第一天记了一下 这个投票投到五头上的人都有谁呢 其实不多的 有一号二号八号十号和九号 很crazy啊 其实这里面人排除完了 其实确实也就是一二PK了 也就是一二PK了 嗯 那就听 然后我觉得六是肯定是好人的 因为这个六是六十八听发言听出来的好人 然后写了个六啊 我觉得已是的是的 应该是好人 那我过了 我赶一下头十 谢谢那个你是我的眼的头十 哦 这个剩下的都都感谢我了 然后那就那就一二出呗 看看谁是那最后一郎啊 嗯 宝哥定呗 好吧 没什么了 这盘 这盘十二号玩的好呀 十二号我们厂上明灯啊 就直接跳了个 憨跳了个女巫 好吧 其他没什么了 我过了 嗯 六号 感谢啊一勺空气 送了好多吃了 根本吃 送了好多吃了根本吃不完 一勺空气感谢 今天食物非常的丰盈丰盈 嗯 场上局势挺明显 就只能是一号二号 我不知道两位当中的那个狼在坚持些什么 嗯 我也不觉得如果是小黑的话 为什么你要挺着 甚至这点真的打动了我 哈哈哈哈 但是你知道你刚才的那一跳 守木可是一个引导战局的一跳啊 你要真不是的话 你能一跳屠啥啊 就是为了搅乱这个 你要像你说这是大食材啊 你卡跳出来以后 在二选一票差不多的情况下 你给了五号这边致命一击 如果说 刚才守木人在你的前置位 不是 甚至说如果说那个人不是冯小彤 我都信你 但这个情况下你说你是瞎玩的 你说你是乱跳 啊 我觉得说不过去 我这票一定会挂给你 就是你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然后 没别的了 我过 感谢食物们 食物们 好的 所有玩家发音结束 请四号警长归票 警长归票一号 其他玩家在我到时候准备投票 三二一 请投票 啊 三号 七号 投给二号 二号玩家 一号 三号 七号 投给二号 四号 六号 九号 投给一号 滤 我跟你排了个信录历程 你知道为什么敢这么跳吗 因为它们两个呢 都是继续站边的舞 所以他们两个呢 里面 就是说 反正我 的意思是 我都觉得我这边我肯定站回来了 然后我还是想的啥呢 我要跳我就认真跳 咱们是虽然说是个好人乱跳 咱们是虽然说是个好人乱跳 咱们也跳得逼真一些 至少是给大家看到一个发现能力所在 咱们就是找几个逻辑 而且确实是跟观众讲 观众把我逼得比较严重 说必须要整活 那我拿三把平米我真的整不出来 我真的整不出来 我就只能有这样的局面产生 我觉得就是咱们说别逼互相逼了好吧 如果我就是平米让我好好站个边 这我就没法整 你们把二二九我觉得交了吗 直接交了吗宝贝 那你坚持吧 坚持 一个啥子能干什么 坚持吧 过来过来 好 一号玩家已经结束 然后感谢大家的点赞 导播给大家直接开全局视角吧 然后观众朋友们多帮我们点一点 我们会在官博上把夜间格式发出来好吗 好 感谢观众朋友们 需要一半分钟 感谢观众朋友们 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感谢观众朋友们 谢谢我 severe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号刷6斤水 说拉你回头 你说不回头 7井上就垂得12 对吧 7应该不能是狼 是狼只能是那个大狼啊 大哥 反正今天你们肯定就觉得我是最后一个狼嘛 但我就不是最后一个狼嘛 你们给我一个PK对象 我努努力行不行 我努努力PK一下 行不行 如果剩那个剩个石像鬼了 反正出完我游戏不结束 好像也验完人了 如果剩小狼的话石像鬼不在 还能打 好吧 反正你就 你最后归一个PK 你归一个我跟谁PK 再PK一轮 不要那么草率 好吧 我也不是 因为我是个好人 我也不想就是说 就是打到这程度 然后再打输了什么的哈 我觉得3应该不是 给我的反馈不是 感觉不是很像 那就六七不知道是谁 好吧 就这样过了 是不是很难 我看大宝已经开始挠头了 你PK 首先你PK对象 你很好找 就是7号呀 因为7号昨天投的你呀 我 我也投的你 但我可能 因为我菜 我可能投错 可是7号玩家就是投的你 常常就剩一张狼人牌 你一定去精准的找到那张7号PK呀 就是PK对象都没有找好 所以我觉得二不太像好人 而且还有一个点是 他昨天投小黑气票 我觉得气不了这个票 你可以说你不确定他是不是狼 你找不到 但是你的理由是 你觉得小黑太可怜了 你觉得他出完他 反正游戏也结束了 所以你气票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道理啊 就是get不到 所以我认为二是那张狼 而且你昨天打我是个狼的原因 是我发言不好 但是我们俩第一天发言不是一模一样的吗 你听完我的发言 你发的跟我一样的言 你也没打我 第二天起来突然就开始打我了 那我感觉就是二 反正就27PK嘛 我现在比较偏向7是好人 二是狼 那我过了 我发言 这 老让 这不是京城大师在 怎么老让我 再搁这儿的归上人了 你看 是这样 我先跟你们说啊 我不是金水 我为什么我不是金水啊 这个武 他的警惠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他装了一波 他装逼他 他给留了给燕武 轮轮让我先发言 然后让哥们C还得我来带他躺 凭什么 他还在那装上了 燕武啊 警惠流燕武 完了以后 他燕完武他死了 我当他死了的时候我就很奇怪 我说怎么还能死了呢 这都焦了得了 他真的咽了个自己 他肯定装了一波咽了个自己 然后呢我先说一下 首先二我铁不出了 我铁不出二了 我为什么不出二了 干啥呀 你要是个狼 你跟我在这儿博心态 就是你是就尖锋实素 就你看过那电影吗 就成龙跟那个黑人眼 两个人动作片 你跟小黑都拼上刺刀了 你气了一票 你要是个狼 你这轮要告诉我 你不知道跟谁拼 很简单的道理 我是个平民 这个时候能留到这儿的 得是个大哥了吧 对吧 我们就一个一个聊 三 哎呀 现在是这样 六给的金水是十给的 十给了六一个金水 在那个位置拉了六的票 且非常认真的在拉六的票 然后呢我个人认为 他那个时候是真的很想要六的票 我不太像 像是感觉六是一个 这要归错了 我这怎么 KS老给我上上难题 我不是有压力 我要出的人是七 我能够有压力吗 我我压力太大了 因为为什么啊 你们你六里 你只能就你六不跳枪 我就只能出你 因为没有别的人能做成这张枪牌了 你七 就是七让我觉得是狼的点是在于他王宝宝的那句话 他跳个女巫 葛那给十号号票的时候 他说他一定要堵你七 他说他一定要堵你七 这句话的时候 我我上一轮我也说了吗 我说他十二平什么敢堵你七 对吧 就他作为一个狼 他葛那要拉好人的票 他还要说堵你七 就这一句话让我在小黑出局以后 我会觉得比较奇怪 因为我没有人能打 这二你告诉我 他是一个气票的狼 在这个位置 就是小孩跟他说你自己坚持去吧 然后他二就是我就要坚持 我就要搁这 我我觉得不太现实 那三的三的狼面是什么呢 就是我这么说 你别觉得我侮辱你好吗 嗯 就是三从来没怎么站队过边 这这个一直就是死跟五站边 然后就很有可能是倒沟 但是三呢又 三站有点太死了你知道吗 但三要是 哎就真的很难归 反正我觉得六倾向于是好 因为你们得出个枪 三没跳枪的 我我也没办法 嗯 我我最后归可以吗 我就每个人的狼面 我也说了一下 六 哎我都就叫那个 本来以为auto win了 然后武装了这一波以后 还真就不太好归了 哎 包括那个一号怎么还能对跳一个 他得是 哎 我就反正我现在的目标 我先跟你说一下六 我待会你可以回应我一下 我倾向于你是个好人啊 然后我觉得三七里面我要出一个 我个人有点想出七 因为我觉得呃 十号玩家走的时候 他是任郎走的 对吧 就是他甚至都没有想掰一掰 嗯 他还蛮轻松的 所以就是感觉你你c的局 对 感觉像一个你c的局啊 没事 我一会儿归吧 我反正就看哥们儿心理素质怎么样了吧 过了 好六号啊 请翻译 六号就是枪啊 嗯 然后 剩下的几个人啊 三号 他开始的时候五七十一站一边 八十十二站一边 啊 现在人走得差不多了 你想一个问题啊 他万一二号就在这演一波呢 就最简单的给你来波基本操作呢 你是希望让三号好像不说 三号如果这样赢了我认 二号演一波演赢了和 歪哥这边c赢了你选一个吧 咱们就抱着肯定得输的心态 这两边 好吧 我我我 没办法呀 我这边要么这边c一波 要么这边一顿演技 咱们就是出去会发热气 哎 撒撒撒演技真的还ok的很好 你选一下吧 反正这两边从验人从各个方面没什么数据 这边没什么东西 他俩 啊还有那个 我倾向于 哎呦我不倾向了 我看自己的感觉投票 不好意思 这边说什么都是嘴 我我我投错了投错了不影响别人 六号过 好七号发演 我给表宝哥表水 是这样 你看啊第一天投票的 第一天投票的 第一天投票的咱好好说 因为最后一轮了 那就好好好好聊 因为当时 是6.5比6的票 然后因为你现在 你现在打的狼空三合七就没有 就一定是二合七里面出那个最后一轮 因为我已经投了二了上一轮 这是轮次就三号肯定是好人 你不用想归三了 然后呢 那对于二合七里面来讲 如果你认为我 首先你说那个12号跟我说的一话 就是因为现在剩下的 你可能大概率认为是有个十项鬼 十项鬼也不跟12号见面 所以你说12号 对话我那个要弄死我那个 他这个东西其实不存在的 因为即使你认为任何一个人是十项鬼 跟12号也不见面 还有就是其实特别这局特别明显的 就是到底是二十郎还是七十郎很简单 你就看第二天死 原家死没死 因为当时票刑是八十十二一二 头的五 当天晚上他们没有选择砍原家 没有砍原家说明场上没有倒勾了 因为狼队都裸了都去冲票了 所以他们去砍的十一 他们砍完十一十一十二双死 他们第二天还在变 但是变不下去的原因是因为一号和九号都跳数目人 然后那个位置二号没跳数目人 因为二号只有汉跳数目人才能赢 那所以二号没汉跳数目人 那就是狼队就交牌 就这个意思 就是我们就从第二天看看五号倒没倒牌 就能知道场上有没有倒勾 大概就这意思 好吧 其他我反而会投二 然后你们你们就 你就归个票 好吧我过了 好所以玩家发现结束四号警长请归票 四号警长归票七号 其玩家在我到时候准备投票 三二一请投票 好 三号六号七号投给二号二号四号投给七号 三比二点五二号玩家出局 好 那个狼人阵营获胜 having Nuji 여러분들이 云实 离kryll 百年 小平 欣赏 垃淨 Patterman 很有 远 老 accusations 在我们本买 偶尔 听说 准 weapon 底 一 狼人为七号 八号 十号 十二号 其中七号玩家为石像鬼 运言家为五号 女巫为十一号 猎人为六号 守墓人为九号 一二三四为四张平民牌 狼队首页击杀九号守墓人 十一号女巫开药解救 形成平安夜 五号运言家查验八号为狼人身份 七号石像鬼查验三号为平民身份 警商竞选环节 五号真运言家当写警长 第一天白天 八号狼人以零点五票之差 被公投出局 第二天夜晚 狼人击杀十一号女巫 十一号女巫开读 十二号狼人 五号运言家查验九号为好人身份 七号石像鬼查验 六号为猎人身份 九号守墓人得知八号为狼人出局 第二天白天 十号狼人被公投出局 第三天夜晚 狼人击杀五号运言家 运言家查验四号为好人身份 九号石像鬼查验 九号石像鬼查验 十号为狼人出局 因为神已经跳明 所以十像鬼当夜没有验人 开刀 五号白天 一号平民被公投出局 最后一晚 十像鬼击杀九号 守门人最后一天 白天以零点五票之差 二号好人被公投出局 游戏结束 狼人阵营获胜 那我们今天的三局就已经结束了 差零点五票 第一轮和最后一轮都是差零点五票 不然我们代表今天晚上准备亲自上稿 七号别来了 我们有请十二位嘉宾 给大家做一下总结吧 有请一号